青岛劳山 今天去这个道教明山转一下 海上第一仙山 昨天来青岛时候天气特别好 今天又下雨了 下雨也要去啊 走进去看看 门票150 海上明山第一 劳山 刚才来的时候啊 大巴车就在这三腰间盘旋 旁边就是大海 就是悬崖 海水特别的清澈啊 碧绿色的 坐那个大巴车过来的 现在还下雨啊 要步行上山了 这种天气来爬捞山啊 连个旅游团都没有 游客都没几个呀 道路两边很多商铺啊 现在可能是淡季 游客少 都没有开啊这商铺 没有人经营啊 路过一个小瀑布 景色还不错啊 到达上青宫 上青宫门口有一棵千年银杏树啊 非常粗壮 26米高 道教有三大宫 上青宫 太青宫和玉清宫啊 上青宫是 太上老君住的地方 这个是浦松林的雕像 他是山东自博人 康熙那时候的人啊 他在劳山这边写了个 劳山道士那个小说 劳山道士会穿墙树 就是他小说里写的啊 这个院子就是当时浦松林 写劳山道士的地方啊 当时浦松林 坐在这个亭子里面 有一个小道童给他送茶 天色已晚了 月亮当空 他就看到墙那边啊 闪过一个人影 突然给着他灵感了 他就写下这个 劳山道士 穿墙树了啊 就是这面墙 这个穿墙树 其实是他想象出来的 就是这边触发的灵感 然后写成小说 小说里写的是 一个叫王七的人 他好吃懒做 游手好闲 听说劳山这边有道士 他就想来这边学法术啊 在他软磨硬泡之下 道士就收他为徒了 但是一直没有传授 他什么法术 他就很灰心 想离开劳山啊 但是有一天晚上 他就看到这个道士 用纸捡了个月亮 这个月亮就挂到天上了 然后从月亮里 嫦娥也出来了 在这里给他们唱歌跳舞 他就觉得这个道士 真的是有法术的 他就又留下来想学习 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 道士把穿墙树就传授给他了 他立马从这里离开回家去了 回家跟他老婆炫耀 他说我学会穿墙树了 给你表演一下 说我们以后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说要多少钱有多少钱啊 然后他表演的时候啊 这个法术就失灵了 穿不过去啊 撞着他头破血流 他为什么穿不过去了呢 因为他心中生了邪念了 想做坏事 所以法术就失灵了 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就是说做人要行得正 不要想这些歪门邪道 不要想走捷径啊 就是这个意思 人虽然穿不了墙 但是在这个门口 有两棵树穿的墙了 大家看一下 这才是正宗的穿墙树啊 我会把这些人都给你带来 去看看 我会把这些人都给你带来 你带来 这些人都给你带来 我看来